体验御台军舰的伟大之处 曾经是我国海军最大的军舰 御台军舰 在我国服役了22年之后 今天功成身退 光荣除役 本署 御台军舰奉总部洞山拐腰号令除役 于87年4月16日生效 移植海军总部的命令 让服役长达22年的御台舰功成身退走入历史 舰上旗帜缓缓下降 象征御台军舰卸下重任 画下完美的修士 在朋友的歌声中 舰上300多位官士兵 以还原的心情 签下御台舰扶起证书 为曾经同舟共计的御台军舰留下永远的回忆 自现在的心情还是说希望能够到上面去再回忆一下 上午海军卫这艘编号521的御台军舰 举行了盛大的厨艺典礼 一任16位舰长中有9位参加 昔日英姿不在 只留白发 一位接收御台舰并在舰上服役十多年的师官长 对御台舰厨艺感触良多 来看看楼舰 就会看看楼长官人来 大家都见见面 很留恋这个舰 对这个舰感情很深 御台军舰原为美国海军的机动修护舰 在1944年下岁 民国64年返台成军之后 就一直担任我国的物资油料运输舰 虽然担任舰长只有短短的八个多月 但是王辉中舰长认为 御台舰虽以厨艺 但他的精神长存 能够担任这个舰我会觉得很光荣 所以虽然是即将结束 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精神 御台舰的精神会继续发扬下去 18岁市校毕业 在舰上一代就是13年的师官长李作梯 几乎是在这条舰上长大的 他说御台舰是他一生的荣耀 因为我上一代舰已经13年了 在这边生我第二个家 等于说市长离开自己的家一样 所以相当的比较难过一点 也是希望说大家都是好来好去这样子 那在这个舰上有什么值得你回忆的没有 这舰上值得我回忆的是在76年去 敦牧的时候去所罗门 那时候我们船在那边升旗的时候 我觉得说非常的荣耀 御台舰除役后走入历史 飙售后更可能只剩废铁一堆 南部现场今天特别深入船舱之中 为御台军舰留下见证 舰长492尺宽72尺的御台舰 曾经是海军最大的军舰 不过从船舱管线斑驳的模样 高龄54岁的御台军舰确实垂垂劳逸 而宽广的官舱十多座各式工厂 御台舰它的大确实名不虚传 而各个工厂的大型机具 虽然年纪大却依然可以动作干活 维修一艘阳子号驱逐舰可说是家常便饭 苏管理长我发现这个地方好像是一个工厂 那这是做什么的工厂 这边是我们御台军舰修理舰 它是专门在修理 杨之澳及山之澳一般的工程所做的工厂 那只要说杨之澳跟山之澳的机具有问题的话 我们把它调到我们船海就在这边整修 为了航海安全不带晦气 舰上有一处从不打开的舱门 今天则是破例开启 暂时出去的有人因为受伤或伤亡 伤亡有的不能够像有病疫的关系 不能够再给它运回国内 那我们就给它就用这个炉子给它处理一下 然后带着其他东西回去 那就是把这个尸体烧掉 是的 有点这个功能 那别的舰上有没有 别的没有 只有我们御台舰有这个算是特色之一 那我们接手以后到现在好像没有使用过吧 没有没有使用过 天下没有不散的沿袭 取终必定人散 御台军舰的厨艺舰上官兵离情依依 御台舰下水54年 在我国海军服役22年 曾代表我国担任敦目任务有七次之多 足迹遍及南非新加坡 诺鲁 所罗门 斐济印尼等国 并参与国军大小演习40多次 总航行礼数有18万3000多海力 这个距离差不多是赤道的八全半 御台舰除了在海军军事上留下寝灿的一夜 更是国人光荣的代表 御台军舰的光荣厨艺 代表我国海军的军力 已经从一代舰迈向二代舰 提升了作战能力 中视记者崔江取房金在高雄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